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華爾街戰線 今集想和大家一起做功課 看看裡面能否找到好東西來炒 我看到有一隻東西還有少少的操作空間 不過以我自己喜歡看的 股票究竟是否正在走上升 這段時間剩下很少 看看和我一起做功課 那就是50億以上的股票 其實我已經退下了一格 股價是否高過20天線、50天線和200天線 以前看這版我會見到有幾百隻股票 今天只剩下76隻 證明市值比較弱 這裡就是看納指成分股究竟有多少% 還站在200天線樓上 大概只有28%、29%左右 說的意思是如果你拿200天線作為牛紅分界線 就有七成成分股在所謂的紅市階段 那裡面剩下的有些什麼可以看看 或者留意先 就是有些NVIDIA 那些半導體仍然不錯的 Quotum 還有早前也有提過的NXPI 這類的半導體都能保持不錯的表現 還有有些零售股可以將一些 我會形容它是可以將成本轉嫁給客人的股票 例如HD、Home Depot、Costco 這類型股票比較不怕加息 或者波通脹問題都可以應付得到 它仍然保持得到 來來去都是在看這類型的股票 中間都還有一隻我覺得可以有操作空間 我看圖再加上它的故事 夾起來一起看的話 我覺得可能可以想一想 這段時間就盡量保守一點 就在剛才那堆覺得 仍然保持在Uptrend水平的股票裡面 找到一隻SIM出來 那股票是什麼呢? 本身就是一隻韓運股 藉著這個SIM太過混亂的狀態 每個星期好像印銀子一樣印1.4億 現在關閉的問題就是 運費的高峰是不是過了呢? 還有病毒影響有多大? 你計算數 以它65億左右的市值 一年左右就可以回本了 這條數就在說 如果你在看貿易貸幣 你把QV的貸幣 你除了每個月 你除了每個星期 這樣算數就是1.4億 那說的一件事 就是如果 SIM問題維持一年的話 那其實這隻東西是可以一年內回本 是便宜到這樣 那問題就來了 這隻東西為什麼可以這麼便宜呢? 因為它本身是一隻 租船出來經營的公司 那你不同傳統公司 它就要買船 買船的話你就會有一個很高負債 那你一路還錢一路要經營 那現在這個狀態就是 那市場很旺 那這間SIM的公司 就可以租多些船 那你借到這段時間 那它又不用還債 也不用做那個所謂的按揭 你當好像買樓那樣 那有些人要做按揭 那它就不用 它選擇做租的 那我就好像當人人子地 去經營這檔生意 那問題就是 我們看Supply Chain問題的話 就五時花六時變的 那有信時就會說 好像改善了一些 如果你今天GoogleSupply Chain的話 你就說其實他們也說 會維持到夏年的暑假等等 那五時花六時變 你要看些什麼呢 那這張圖又是先給出來 我覺得幾概括到一個故事的 就是由中段看到凸起上來的那幾格 你就見到 Manufacturing, Retail, Wholesales 說在疫情最初段的時間 沒有人要那些貨 那負存水平就拉高了上去 那後來發現大家仍然是會買東西的 lock down還lock down 那就見到負存量就急速地跌下去了 那這段時間就要急速地去補貨 那就形成了一個Supply Chain問題 那你看到圖的最右手邊 有些開始有些改善上來的 那如果你看的話 那個平均數可能要到1.4、1.5 這樣才叫到一個Supply Chain問題 可以叫做完全改善 那現在暫時有些狀態 但是VTile那裡有些改善 但是都還沒回上去 Holesales仍然還沒得 那現在就更新到到8月那時候的水平 而管理層怎麼說呢 最新的季業績就在說 其實都見到一個問題 Supply Chain問題仍然會延續 而且短期內容都未必會解決得到 會延續到6個月左右的時間 散戶隊大鵝 當然是被人割救了 爹爹是練金術士華盛通 散戶隊馬上回來了 極速開戶即時入金 環球資訊一望打盡 條件交易一觸即發 社交平台集氣迎戰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人身大贏家 無論新手還是高手 港股、美股、A股 華盛通都會幫你徵戰股場 樂觀減華盛通 華盛通提供一站式港股、美股、A股交易 還有環球期貨、美股OTC 和美股期權 由即日起到12月31日 經我們BOXMINE專屬連結 或QR Code首次驗證 並且成功網上開活 就可以獲得以下營身優惠 送來1000元代金券 港股買賣無限免佣 美股買賣免佣半年 免費串流報價 300元現金券轉倉相 手入金3萬 還會加送一手7522納指反向產品 還可以參與專屬效果活動 WhatsApp查詢9242 2928 有位詳情請參與影片下的文字描述 但有些分析師就覺得 其實我擔心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行運價格 開始降低一點 會不會擔心呢 如果你看這張圖的話 是看到行運價格是高峰已過 但你不像木槽那些 木槽那些說有一段時間抽高 但當問題解決的話 就會回到原點 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 高還高 減了還減了 現在的狀態仍然是很貴 1100元左右 下回去都是下回8000左右 便便宜了少少 現在就是這個狀態 SIM的股票就是這樣 操作的空間是甚麼呢 就是它是比較便宜的股票 不怕加息 如果你看股票現在是55元左右 未來的幾季 大概是每股營利35.3 那你再拉長一點 我在Widechart看到的話 拉多幾貴看的話 年多左右的話 就拿到40元 那你便可以 掩蓋到股價的七八成 看起來是便宜 還有一些吸引力在 我覺得 入場位的話 仍然是在看股價圖 股價圖就在看最近幾天 拉大一點點 跟大家一起看 那就是 波幅是收窄的 那你由這一二三四日 波幅開始收窄 而且要沽貨的人 我感覺就是 前面組短 就已經是要沽了 那你在這個波幅收窄 和Volum 都降低下來的狀態 就給到一個不錯的入場位 我自己下了一絕 就大概在54.4左右 大家如果可以等得到 53元的話就會再舒服些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下50元的話 我就會施移它這一絕 不想突破上去 那現在就在說我自己的部署 就是拿3-4元來駁它 上去60元的狀態 那大家先看著這隻股票 這隻就是我覺得 這個股票是對的 那也是便宜的 那在加息的狀態之下 都不會有太大問題的一隻股票 那有些人覺得加息 這裡不是說加息 這裡是說派息字 那派息是派得幾多下的 那它就會將2021年 那一個全年的盈利 3-5成左右 就會派出去 估計可能是 12元 但我覺得是 少少左手交右手的狀態 那你 那隻股票派完息的話 你會隨正的 當55元 那你派完息之後 你會變回到43元 那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最終你要贏到錢 那也要隻股票肯升的 那我就在駁它 肯不肯上去60元 那看著這些價位 那市房一般的 那大家適宜一點 那我們參與 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分析的話 歡迎like share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多謝你收睇 拜拜